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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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直辈大叔林一峰 今天我们来介绍格兰冠的六十年 啊 这六十年在苏格兰威士忌 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纯粹只是高年份而已吗 我想不只是如此的 在这之前啊 我们先来讲讲格兰冠的历史 对于一些威士忌老涛来说呢 格兰冠是耳熟能详的 可是可能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格兰冠就没有那么熟悉了 格兰冠这个酒厂 其实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我们都知道单一曼牙威士忌 在发展的时候 其实是从1980年代后期 才开始为世人所知 在这之前 几乎全世界的苏格兰威士忌 高达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以调和威士忌为主軸 不过呢在1960年代的时候 就有两支威士忌早就以单一卖威士忌 声名卓著于世啊 两家威士忌酒厂其中有一家 就是格兰冠 另外一家它是以美国市场为主的格兰菲迪 而格兰冠主要在全世界知名 反而是在意大利市场 意大利一直以来都是威士忌 老饕收藏家 甚至拍卖的发起的原地 所以呢 意大利是一个对于全球来说 苏格兰单一曼威士忌 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而格兰冠在2006年的时候 也因为意大利非常喜欢 格兰冠这个品牌呢 所以Campary集团就收购了格兰冠这家 单一麦芽威士忌酒厂直到现今 到目前为止呢 格兰冠仍然是全意大利 卖的最好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我先说我自己对于这家格兰冠酒厂的 一个特殊的体验 我还记得前几年 我去苏格兰拜访了 那天中午的时候 我在路斯镇一边喝啤酒一边散步 我散步到一个地方发现 哇天啊 误入丛林啊 有个非常漂亮的林地花园 它就是个森林 但是里面却满满的奇花异草 美不生收 我在那边散步差一点迷了路了 当我从那整个美妙的花园走出来之后 外面立了一块很大的招牌 原来这是格兰罐酒厂 格兰罐有非常知名的维多利亚式的林地花园 号称是全苏格兰最漂亮的蒸馏厂之一 我没有想到除了日本威士忌之外 这苏格兰威士忌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蒸馏厂 格兰罐它在整个制作它的威士忌的时候 也以这个林地花园为发想 做出具有极端美妙的花香吊的蒸馏厂 在谈格兰罐酒厂的历史的时候 我要谈三个非常重要的人 第一个就是创始人 他叫詹姆士格兰罐 他同时也是当地的市长 你知道最早以前啊 苏格兰威士忌要运输 推广到全世界 其实在早期很古老的时代 陆地运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詹姆斯格兰罐 他因为他是市长的关系 他在整个苏格兰新建铁路 因此能够将威士忌呢 运送到港口并且行销到全世界 所以呢格兰罐的发起人 他就在自己的格兰罐啊 前面盖了一个铁路 所以格兰罐能够这么快为全球所知名 詹姆士格兰罐是鞠躬绝尾的 第二个格兰罐酒厂很重要的一个人 是詹姆士格兰罐二世 这位詹姆士格兰罐二世呢 他被所有威士忌的老韬们 昵称为少校 因为他是个军人 我们刚刚说的啊 那个所谓的漂亮的 维多利亚式的林地花园 就是这位少校所建立的 他在自己生命的后半段 都是住在里面 而整个目前我们所喝到的 格兰罐的主要风味 就是由少校所定义的 格兰罐有个非常特殊的蒸馏器形式啊 我们称它为德国钢窥式 它长得 我们可以看到这瓶酒就知道 它就是标准的这种 德国钢窥式的形式 所以这支格兰罐60年就是复制了 格兰罐独一无二的蒸馏器形式 变成这个Decand的形式来盛装 这支格兰罐60年 不只是如此 格兰罐的蒸馏器也是全苏格兰 一百多家酒厂里面 唯一一家不管它的初次蒸馏机 跟再次蒸馏机都有做所谓 净化器 因为对于格兰罐酒厂来说 他们认为威士忌的风味 其实都是由威士忌在蒸馏时候 所保有的杂质所决定的 而格兰罐酒厂呢 他们就是透过这个净化器 将整个酒值的杂质降到最低 因此做出最迷人的花香调 这些花香调有多迷人 我们知道知名的威士忌专家 也是一个评鉴者叫Jim Murray 格兰罐酒厂所生产的酒 连续多年都在Jim Murray的 Whiskey Bible 拿到他所评分的前三名的殊荣啊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一支极端纯净 以花香调为主 就是格兰罐酒厂的特色 不过呢 我们今天喝的这支格兰罐 六十年由于它太久远 它的生产是来自于1960年啊 1960年的格兰罐 跟现在的格兰罐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早期的格兰罐 仍然存在着直火蒸溜 现在的威士忌都是蒸汽的间接加热 所以它的加热的形式是比较温柔细致的 过去古老的直火蒸溜 就像是瓦斯炉 直接这样烧 烧这个蒸溜器 所以它带来会有更多强劲厚实饱满的气味 格兰罐是在1979年之后才停止了直火蒸溜这件事情 所以这支格兰罐六十年仍然保有着过去古老格兰罐直火蒸溜的风味 哎呀这个是非常特殊记录了过去历史以来的格兰罐的风味 接下来我要介绍格兰罐酒厂第三位重要的人 那个人呢叫做丹尼斯 丹尼斯是格兰罐酒厂的首席调配大师 他从15岁进来酒厂工作 到目前为止已经工作60年 他不只是如此 你知道吗 他在整个苏格兰威士忌产业也只有三位获得整个英女皇亲手颁发的OBE 所谓的官佐勋章这个至高荣誉 而丹尼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你就知道他在整个苏格兰威士忌产业是多么重大的一个成就了 我们刚刚说的少校呢 他在接手的时候将整个格兰罐酒厂的产能呢提升了一倍 没有想到百年之后再出现一位奇才这位丹尼斯 他在接手整个格兰罐酒厂的实际运作之后 也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内 再重新double了格兰罐再一倍的产量 所以这就是整个格兰罐历史当中 三个非常重要的人丹尼斯为了纪念他60年的从业 而装了这支60年的威士忌 这支是丹尼斯亲自从格兰罐的家族酒窖当中挑出来的 他说他从小就跟着格兰罐的厂厂进去酒窖当中一个一个试 试这酒还不错就拿去做调配了 是哇这次是几品就直接进入家族酒窖当中 他的家族酒窖当中调了这一桶百分之百的 Oloroso雪地桶所收成出来的格兰罐保存的非常好 成年了60年之后还有360瓶的装瓶 而这一次呢台湾配到了15瓶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喝一下这格兰罐60年吗 不过这支格兰罐60年真是所备不知啊 我们把它在这里能够看 但是我有幸哎呀用了千辛万苦 终于弄到一个格兰罐60年的小样酒 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开箱格兰罐60年的小样酒 听说这个60年的小样酒呢 比这个海珍贵前台湾只配到三套 哎呀我们来开箱这个小样酒 哇非常珍贵的格兰罐60年天啊 它上面有标示的 它呢还有52.8度的酒精浓度 哇非常珍贵的酒 让我们好好来品尝这支格兰罐60年 这个香气实在是太迷人了哦 我在喝这支酒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Denis在喝这支酒的时候 他说这支酒喝起来像是1986年坎城影展 金钟旅讲的他也得到金像奖最佳配乐教会这部电影 教会这部电影其中有个配乐叫做 加百列的双黄罐 他说喝这支酒仿佛听到加百列的双黄罐 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支酒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音乐性在其中啊 这支60年的威士忌闻起来一点都不老 满满的浓郁的香水味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果香 那种像是果酱的气味啊 哇那种黑枣干啊 哇还有那种很多的像是那种水蜜桃啦 腌制的里子的气味 哇香气逼人啊 闻起来完全没有那种太多的杂味跟苦味 反而是那种柔顺啊细腻的 然后在鼻腔像是划过一丝的丝绸 然后慢慢透过我的鼻腔当中 进入我喉道里面那种 连香气都可以渗透入我的喉道里面的感受 啊非常适合深呼吸 饱满而迷人 这种充满浑厚的力量 仿佛可以感受到你知道 一支好的威士忌 它一定是一部历史书 它书写了在1960年代那种 整个格兰观的全盛时期的历史 那种仍然存在的古老的直火蒸馏 所带给它的那种强大的 饱满的厚实的酒体 再加上 欧罗罗所雪莉桶里面所给予的那种复杂的性格 然后现在违韵里面一直跑着那种山目的 像檀香的气味在我嘴巴里面缭绕不已 它像是一个酒厂的里程碑 记录了酒厂在不同时代的更异当中 所留下来那种已经一丝的点滴了 很明显的跟现在我们所熟悉到格兰观那种 细腻的花香调是不一样的 它的浑厚饱满实在是太令人惊艳了 完全没有任何老态 哎呀那个李子的浆果味太明显的 哇整个爆发开来非常迷人 非常迷人 有时候我们在追寻老酒的过程 除了它是一个收藏级别的艺品之外 同时我们在品尝它的时候 我们仿佛就是进入了时光的隧道 跟着詹姆士格兰观先生 跟着格兰观少校 跟着首席调酒大师丹尼斯 将他60年毕生的精彩 全部都融入了这个威士忌当中了 我在品尝它的时候 我仿佛也可以感受到 心中有一股夹带的历史的旋律 在我的血液当中流长 那种感动啊 我的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这就是美好的老酒 所带给一个平音者 真正不只是喝酒而已的 生命感动 油丹尔斯 赤鸡皮疙瘩 楠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